一个下属的自我修养 一 充而用之祸不营 道充而用之祸不营 缘兮似万物之宗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尘 战兮 似祸存 无不知谁之子 向帝之仙 老子 充与营是对等性的 充 便是学而不满 同时又远远流长 绵明不绝的含义 如果解释为 用忠而不知一端 或不知一边的意思 也可以相通 总之 道的妙用在于千充不已 犹如来自山城水远处的流泉 涓涓鼓鼓而流住不休 终而汇聚成无底的深渊 不惧轻住 永远没有满婴而无止境 从个人修养来讲 要能充须牵下 永远不应不满 来而不惧 去而不留 除故耐心 留存无碍而不住 凡有太过尖锐 特别呆滞不化的心念 便须顿挫而使之平息 一切不为太果 太甚 从事工方面来讲 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建立一代施工的帝王 严格说来 只有汉文帝和清楚的康熙 推而求其次 用历史上名将相的施工 来说明老子充而用之 祸不营以及错其锐 解其分的作为 也可得其还忠 应用无穷了 郭子怡是道道弟弟经过考试录取的 吴举一等出身 历任君职 到了唐玄宗明皇天保十四年 安禄山造反 才开始诏命他为魏魏清 陵武郡太守 可朔方节度时 屡战有功 当唐明皇仓皇入蜀 皇太子李亨在陵武即位 后来称号唐宿宗 拜郭子怡为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扔总节度时的职权 转战两年之后 郭子怡从弟子出任 元帅的广平王李玉 同帅翻汗兵将十五万 收复长安 宿宗曾亲自劳军爸上 对他说 国家在造 清丽也但在战乱海未平静 到处尚需用兵米平的时候 恐怕郭子怡 李光碧等功劳太大 难以驾驭 便不立元帅 而派出太监于朝恩为官军容 宣位使来监军 一个半男半女的太监又懂得什么 但他却代表了朝廷 政府和皇帝 处处加以阻挠 动辄车肘 知是王师虽重而武统帅 在战场上 各个将领互相观望 进退十据 不得已 又召郭子怡 围东基山南东道 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于朝恩因此更加嫉妒 密告郭子怡许多不适 因此又召郭子怡交卸兵权 回归京师 郭子怡接到命令 不顾将士的反对 瞒过不下 独自溜走 奉命回京闲居 一点也没有愿由的表示 接着 史思明在县河洛 西戎又逼具首都 经朝廷政府公认 郭子怡有功于国家 现在大乱未经 不应该让他闲居散地 宿宗才有所感悟 不得已召他为诸道兵马都捅 后来又自觉焚羊王 可是这时候的唐宿宗 已经病得快死了 一般臣子都无法见到 郭子怡便再三请求说 老臣受命 将死于外 不见陛下 目不明因此才得引荐于内寝 此时宿宗亲自对郭子怡说 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 宿宗死后 当时和郭子怡并肩作战 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玉继位 后来称号为唐代宗 又殷勤信成元镇的谗言 安基肃将功大难制 罢免了郭子怡的一切兵权职务 只派他为监督修造 宿宗坟墓的山灵史而已 郭子怡愈看愈不对 一面尽力修筑好宿宗的灵寝 一面把宿宗赐给他的诏书 赤命迁余篇 当然包括机密不可外泄的文件 统统搅环上去 才使代宗有所感悟 心生惭愧 自招说 朕不得 一大尘忧 朕甚自愧 此今功无以根正 梁崇义窃聚相助 叛将不顾怀吞坟珠 暗中约兆回戈 吐蕃寇何夕 见静珠 范奉天 武功 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样 离京避难到山州 不得已 又匆匆忙忙拜郭子怡为官内副元帅 左镇咸阳 这个时候 郭子怡因罢官回京以后 平常所带的将士都已离散 身边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 他一接到赵明 只好临时凑合出发 借民兵来补充队伍 一路南下 收集逃兵败将 嘉仪整边 到了武关 又收编驻官房的部队 凑了几千人 后来总算碰到旧日的部将张智杰来迎接他 才在洛南扩大阅兵 屯于商丘 因此优势军威大振 使得吐蕃烟溃顿去 再次收复两京 大概介绍了郭子怡个人历史的几个重点 就可以看出他的力神处世 真正做到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不怨天尤人的风格 他带兵素以宽厚主称 对人也很忠书 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 而且很勇敢 朝廷需要踏实 一接到命令 不顾一切 马上行动 等到上面怀疑他 要罢免他时 也是不顾一切 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 所以吕处吕起 国家不能没有他 像郭子怡这样作为 处处和于老子 充儿用之户不赢的大惊大法 吴怪吉生前享有令明 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 受烤私自俱全的 绝少数名臣之一 二 郭子怡与于朝恩的恩怨 这一件有关他个人行医的故事 足以说明错其锐 解其分的作法 郭子怡与监军太监于朝恩的恩怨 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 是相当严重的 于朝恩曾经派人暗地 挖了郭子怡父亲的坟墓 当唐代宗大力四年春天 郭子怡奉命入朝 朝野人士都恐怕他要掀起一场大风暴 代宗也为了这件事 特别吊艳慰问 郭子怡却哭着说 我在外面带兵打仗 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 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 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 这是报应 不必怪人 于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张静四 表示尊敬和友好 这时的宰相袁仔 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 袁仔知道这个消息 怕于朝恩拉拢郭子怡 问题就大了 这种政坛上的人士纠纷 古今中外都是很头痛的事 因此袁仔派人秘密通知郭子怡 说于朝恩的邀请 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 要想谋杀他 郭子怡的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 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 为对付约 郭子怡却毅然决定不听谣传 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童 很轻松的去附会 他对部将说 我是国家大臣 他没有皇帝的命令 怎么敢来害我 假使说皇帝密令要对付我 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 就这样他到了张静寺 于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童 戒备性的神情 非常奇怪的问他有什么事 郭子怡老老实实告诉他 外面有这样的谣传 所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家人来 如果真有歧视 免得你动手时日 还要沙费苦心布置一番 他这样的坦然说明 感动了于朝恩掉下了眼泪说 非功长者能无以乎 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后待人的大好人 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三卢奇 李白与郭子怡 郭子怡的晚年 退休家居 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 那个时候 后来在唐石兼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奇 还未成名 有一天 卢奇来拜访他 郭子怡正被一般家里所养的歌迹包围 得意的欣赏玩乐 一听到卢奇来了 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迹 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 一个也不准除了剑歌 他单独和卢奇谈了很久 等到客人走了 家眷们问他 你平日接见客人 都不避讳我们在场 谈谈笑笑 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 却要这样慎重 郭子怡说 你们不知道 卢奇这个人很有财战 但心胸狭窄 有愁必报 场相又不好看 半边脸是青的 好像庙里的鬼怪 你们女人最爱笑 没有事也笑一笑 如果看见卢奇的半边青脸 一定要笑 他就会记恨在心 一旦得志 你们和我的儿孙 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 不久 卢奇果然做了宰相 凡事过去看不起他 得罪过他的 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 只有对郭子怡全家 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 他还是趋于保全 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 大有之欲感恩之意 讲到这里 忽然想到另外一则 李太白与郭子怡有关的故事 在郭子怡出出茅庐 担当小军官时 不小心犯了军法而被扣押 这件事被李白知道了 李白早就非常器重 这位少壮军官 一听到消息 就找到郭子怡的长官说情 这长官也是李白的朋友 因此从京处置 平安无事 后来安禄山造反 天保十五年 李白在江西巡阳却和另一位李家弟子 永王立林相识 加入幕府 永王名义上是起兵秦王 实际上也想趁机上台当皇帝 因此违抗宿宗的东巡诏命 结果兵败丹阳 李白也受到迁累 在巡阳坐牢 后来又被流放到夜郎 好在郭子怡已收复两京 名震一时功劳又大 他知道李白受到牵连之罪 就拿他的战功极力宝奏 李白才蒙赦免 这件历史故事记载在唐人诗话中 是否真实 我们不讲考据 不过一个明氏与明将的知欲结合 却使人们情愿相信却有其事 而且也显见古人长厚 好人好事的一报还一报 很是痛快淋漓 因此昔日女诗人汪小韵写论史诗 有一代威名脉光碧 迁究知己蜀青莲的名句 青莲是李白的别号 实在郭子怡年八十五而终 他所提拔的布向幕府中 有六十多人后来皆为将相 八字七绪皆贵险于当代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 待三十年 攻盖天下而主不宜 为吉人臣而重不吉 穷说几欲而人不非之 历代功臣能做到这三条 实在大难而特难 这都是郭子怡一生的做人处事 自然合乎冲而用之互不赢错其锐 解其分和其光 同其尘 展西 似获存的原则